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没有瓦斯 漏水器 也没有那种插点的家具 取名茶寿是希望大家喝茶长寿 拿稻草一针一线纯手工缝制 刘育英阿嬷的手没有停过 今年累月早已伤痕没累 我们手都弯掉了 你看 骨头那么大 传承自阿嬷时代的老手艺 总怕在自己手中消逝 所以刘育英自己做 也努力娇别人做 小姐的时候弄到这个稻草 一直摸 摸到处处的 会打退堂肯安 一个茶寿得耗时三天 刘育英每天逢十多个小时 七十岁的她 思考没有法苍苍 是茫茫的苦恼 靠着沙包来学练 你玩沙包这样子 真的很利落 很利落 可以走路啊 走路 继续走路 脚运动 手运动 严明手快让旁人好惊叹 这位茶寿老前辈靠巧手 带给后辈温暖的幸福 雷炮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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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炮 biograph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